这边的盐是有分成东南西北 这里的盐通常是20年以上的树 那是因为之前种的 有很多品种 比如说有特别的名种 叫做D13、D101、D88 还有其他的金凤之类的榴莲 猫少王在近这几年 近十年都开始 我们这边的陆系都有在种植了 那是因为它的价格好 所以产量特别多 不过在这个盐 它是属于比较老树的 只是有一些的猫上王 如果现在新种植的 七年到十年的有很多 我们跟Shoppy合作 应该有差不多有三年 三年之久 那为什么会合作呢 那是因为前几年MCO的问题 导致很多人没有人出来买榴莲 所以网上的购物 我们把这个生意带到网上去 所以合作还蛮愉快的 而且有不断的进步 我们有分成Offline跟Online Offline的生意是差不多有80% Online只有20% 不过近这两年呢 我们已经倒法了 目前呢大约是差不多要2000公斤 千多到2000公斤的榴莲料 今年呢会比较慢热 去年呢这个时候都已经有超越到3吨到5吨了 差不多5000公斤了 因为很多人去旅行嘛 导致现在的没有这么火热 我相信企业呢人潮已经回来了 应该会回到去年的销量 现在我们目前做的Online比以前会更方便 顾客也看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产品跟那个质量 那为什么 以前呢我们是整颗整颗卖嘛 然后看不到质量啦 可能我们开了10例 可能有5例是不好的 现在呢是更方便了 我们会把所有的质量好的都会把它打包 买也看得到 有一些淘汰的 比如说一篮子的里面 有28线是要淘汰的 我们会把它给淘汰掉 把好的quality放在盒子 就是说我们是一条龙的服务的 从开始怎么掉榴莲 怎么处理出货到新加坡 到再送给这个客人 然后在ShoppingMiner呢 我是想推荐给大家 目前来讲就是太上网 黑金金凤 在我们Yohaw区的 这三种会比较有名一点 路系的呢就是黑刺 金凤呢它是白肉的 然后它的肉不会太饱满 就是会比较小力 有很多人蛮喜欢的 是因为它有甜苦的肉 种子小 然后比较容易入口 它小孩子也喜欢吃 然后大人也喜欢 人路系的我们在种的 就是这个黑金跟太上网 卖的最好的榴莲是黑金榴莲 那是因为它的树比较老 还有它的种子扁 肉色漂亮 价格OK 太上网呢是比黑金在上一个level 它的盐呢就是说我们的盐比较少的 它的泥土好的 它有点山坡 种出来的榴莲是特别的好 然后还加上它是老树的 所以我们都会特写这一种这一款的榴莲 给我们的客服